最近我们关注了胡州宝丽明月风华的门 业主们觉得除了入户门以外 房子里所有门和门框几乎都是只做的 目前事情有了新的进展 我们继续关注此事 胡州宝丽明月风华的开发商是宝丽置业有限公司 业主们把拆下来的两扇门做了实验 用脚在上面一踩就是一个坑 门板裂开处 用手一掰就能掰下一块 再仔细一看 业主们觉得门板似乎都是纸板做的 门板上贴的也是纸 一丝就能撕成两半 门板里面的几根挡条 业主说看着像是密度板 当时开发商没有明确答复业主们的疑问 业主们把情况反映给了有关部门 之后业主反映 有关部门组织了多方会谈 谈的结果就是他们觉得这个门是符合标准的 然后我们把门也拿进去给他们看了 看了之后他们也没有什么眼见为实的 实际这个门全部是只做的 但是他们全部说是合格产品 在会谈中业主们得知 门是浙江安鲁莱森木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长家在安吉 会谈中开发商出示了检测报告 是由国家家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 检验中心后面还有个括号 写名是浙江 检测产品名称是石木复合门 检测项目包括门和门框的厚度 高度 宽度 以及门表面的平整度 此外还包括漆膜表面 含水率 甲醛释放量和有害物质限量等等 检测结果是根据木质门标准 对所送样品进行检测 所检项目符合标准要求 检测日期是2019年9月 记者联系了检测机构的负责人 洛奇 对方说目前单位名称是 浙江省轻工业质量检验中心 是国家家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浙江分部 洛奇加了记者微信 让记者把检测报告发过去 记者同时还发去了此前报道的视频 记者注意到 这份检测报告是2019年9月出具的 检测机构负责人也说了 检测数据仅对送来的样品负责 并不代表工地上用的也是送检的门 根据开发商提供的联系方式 记者联系上了浙江安鲁莱森木业有限公司的吴老板 我们是整个门检测完以后 用到很多工地里面去的 但是这个对是这样的 是因为我们不可能是每一个 比如说一个办公室装修 二十大门三十大门 我们要组织做个检测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吴老板保证说 工地上用的门跟他送检的门完全是一样的 业主们还查询到 浙江安鲁莱森木业有限公司 曾经受到胡州市生态环境局的处罚 而且还因为对方迟迟不交罚款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过 埃鲁莱森这个木业 它那个生产那个日期的时候 它还有那个环瓶都没过 它那边那个环瓶处罚是那个2019年的8月13号 然后它这边给我们那个检测报告送检的是 8月20号到2019年到那个2019年9月10号 然后它那个处罚之后是到2020年2月16号 还没有去处罚过 就是那个是的话 应该按照道理的话 他们是能要整顿停产的 不能生产的 但是他们给我们 你的意思就是你们这批门是在它 本应该停产期间生产出来的 对对对 我们整改时间就一个月 就10月份整改好了 它这批门生产是5月份才生产的 20年的5月份 那罚款是没关系的 罚款它有个延时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想解释一下 罗记者 就这个我们这个防保处罚 它是属于是我们的那个油漆的 排气的广直脱落 因为它这个门是免漆门 不做油漆的 所以说跟后面这块一点关系也没有 针对业主们怀疑的 所谓的石墓复合门 其实几乎都是只做的 安鲁莱森的吴老板也做了说明 四边的龙骨是石墓的 沙木集成材 面上是密度绑 中间是石性爆发绑 甜心的 然后面上再扶PVC的 那怎么这个PVC撕起来跟纸一样 就这样这个PVC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这个面板怎么给人感觉 给业主的感觉 很像纸啊 密度绑都是这样 这个事情已经很多很多工地都是出现过这样 因为业主不大理解这一块 他们这个门大概多少意思啊 不好意思这个我不能讲 这个价格我们是都有保密协议的 这个真的不好意思这一块 同一扇门 业主们感觉几乎都是纸做的 厂家的吴老板却解释说没有纸的成分 这一点让业主们感觉落差很大 让业主们同样感觉落差巨大的 是开发商居然有两种不同标准的样板房 在售楼处有一套被物业贴了封条的样板房 是88房户型的 这也是小区里最多的户型 在业主们的强烈要求下 开发商销售部的金经理撕掉了封条 打开了样板房的门 业主们进去一看 说样板房里的门 跟他们家中实际的门完全不一样 完全是不一样的 这个厚度是这么厚的 我们要是有这么一个板 我们就不会来围局的 这个不一样 对 完全不一样的 你看 针对业主们的质疑 开发商工程部的冯经理 让大伙看墙上的温馨提示 提示称 所有房间没有安装门扇 交付时会配置对应的PVC造型门 可是你们那个唐总跟我讲的是 样板房你的门 和他们实际的门是一样的 所以我说你去看实际门 这个不是实际样板房吗 实际样板房 然后小区里面的话是交付样板房 原来开发商准备了两套样板房 一套是售楼处的展示样板房 另一套是小区里的实景样板房 也就是真正按交付标准做的样板房 这两套样板房标准是不一样的 那实际样板房是什么时候造的 实际样板房就是房子造好之后 造好之后 那大伙来买房子看的是哪个样板房 就是我们这个 对展示样板房 实际我们也 那这两种标准都不一样的话 岂不是会给 购房者一种误解 他们以为买到了就这样 您是工程部您告诉我 这个门是什么种类 这个门的材质是什么 跟业主们家中那个门的区别是什么 造价相差多少 你是工程部的呀 对于记者的提问 开发商的两位经理都选择了不回答 接着开发商的两位经理又带着大伙 去看了小区里的实景样板房 或者叫交付样板房 业主们感觉 跟刚刚看到的展示样板房 相比较实景样板房要寒酸多了 我买的时候是看到它那边的那个样板房 我是19年 那你们家里的门是跟你一样的吗 我们家里的时候这个一样的应该是一样的 我可以去我家再看 这个生意是这样子的 跟刚刚那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就是比展示样板房的标准要差一点 对对要差很多 差很多 对肯定要差很多是吧 不是因为这个面板能撕下来 肯定也不会去弄这个事情啊 咱们展示样板房这种门啊 造价大概多少意思啊 价格我透露不了 这个呢 这里的这个门呢 我说了价格我透露不了 那两三门的这个单独的价格 你肯定不方便透露 这两种门相差多少 你总可以知道 因为我不方便透露 记者又联系了开发商的项目负责人宋总 宋总表示 他对业主们此前展示给记者的两扇门存在质疑 没有指没有指 这是第一没有指 第二他们拿那个样品为啥一踩就烂 可能是就是取样呀 有些人家把这个门拆下来了 扔到外面这个垃圾堆里了 他想换个石木门嘛 那么扔到垃圾堆里 可能被雨淋的这种情况有没有 这是有人提出来疑问的 业主们提出 既然宋总对大伙取的样品有疑问 那就不妨用石井样板房的门板做样品 请第三方权威机构进行检测 在场的业主们还纷纷在门板上签了名 对此开发商和门的生产厂家都表示赞同 因为那天我们也都说了嘛 如果我们也同意可以检测 那么就是说双方都认可的检测机构 第三方权威部门 你放心你拿去检测 如果是我的问题 我一定会负这个责任的 对此我们也将继续关注 1818黄剑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